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五年前普通的交換機 我指的不是這部交換機 是4顆的帶操作系統的交換機 OK 不在有激光發射設備 大概是一個標準的一個新的24核 最低配的這種 2950這樣的一次的系列 大概是兩三千塊錢就能買到 但是只要加入激光光源 它的價格就會翻到八千里以上 就是多了一個激光光發 明白 當然現在可能不能用這個 但是插序還是有的 OK 具體的插價沒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不再做這個通線了 OK 就要幹什麼 好吧 但是以後一定是什麼 以後一定是什麼 我們絕大多數使用的都會在這個光線 而不會再採用什麼 通線了 不會再採用通線 因為通線了 通線了太齊全了 OK 真的很貴 真的很浪費 我們在電機目前採用的都是 家裡用的都是這種 而不再是1.3 聽懂嗎 好 然後呢 小區寬站 各位 什麼叫小區寬站 誒 我問你啊 你覺得咱們學校的上網方式和你們家的上網方式有什麼區別 有嗎 有嗎 有沒有 你想在學校怎麼上網 不好 不算不好 辦公室 我到那個辦公室去 怎麼辦 咱們學校的網管 是不是給我給一個內網一批 啊 我只要是不是輸入內網一批 輸入正確它分配的網關 輸入DS是不是就能上網 啊 什麼意思 我們整個學校是不是一個大的區域嘛 嗯 啊 它要上網的方法 它是什麼 看簡單化一下 這是我們內網交換機 然後是不是連接所有的內網的電腦 沒錯吧 那要想上網怎麼辦 它是不是在這裡有一個網關 在學校的樓這塊是不是有個網關 主交換或者主路由 OK 然後呢 我們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內網 啊 要上網的話 是不是需要通過這個主路由 是連出去 沒有 但是我問你 這個主路由的接口 可以是什麼 我們講過了 所有連接來網的方式都可以 你明白這事嗎 波浩可不可以啊 AXSR可不可以啊 可以 光纖入庫可不可以啊 光纖固件IP可以嗎 可以吧 只要它能上網 它是不是就能把它的資源分給內部人員 對 能聽懂 啊 但是對小區裡面的人來講 它不知道外區這個小區到底是光纖路 光纖的EMP 還是光纖坡號 還是其他技術 它只知道 小區網友告訴我 我只要幹嘛 配入正確的IP地址 一般是10000多少開頭 格萊 他們一般不會用192 因為192是不是有效IP254個 而10的呢 只要1000多萬了 那多那麼多 能聽懂嗎 所以小區一般都是10000 明白嗎 但是部門排除什麼 它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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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域網吧 你聽懂啊 不管它到多大 它也是什麼 局域網 我說過 局域網有很多問題 是問題 第一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同一個局域網 我們也沒有路由其他分割啊 然後所有的公司病毒 是不是都有可能會感染你啊 當然 我說實話 我們現在的小區 不會把它整個所有的樓屋裡面的住戶 都變成一個局 一般還是什麼 每個樓屋是不是都分割了啊 但是 就算是你們在單獨的網站當中 可以不用共享數據 但是 你的數據要經過什麼地方才能出去 整個小區的主流啊 我是不是講過 我萬一在這裡做了監聽 我講過監聽了吧 監聽跟你們講了嗎 聽聽帳戶的那個 監聽 沒講是吧 沒講到 你們在這兒不知道 我知道了 但是我說能做到 因為你所有的數據 是不是都要從我身上走 啊 我只要監聽這個網站 明白了 說什麼 就跟我說了 你們所有的數據 是不是都要經過在學校的路由器出選 我只要在那個路由器啊 接聽那個接口 你們理論上來說 你們所有數據 是不是都要經過過濾 我再看一下 你是不是全能出去 能聽到嗎 你唯一的這個優勢就是什麼 數據幫助量 是不是有可能會很多 你很難抓到的而已 我們後面要講 怎麼抓到的 OK 聽懂了 啊 沒你想的買 真的沒你想的買 很簡單 聽懂了 所以啊 各位 小區塊錢是不是要比 這個網通去買 A.S.R.是比較便宜 一般八九十塊錢是一個月 A.S.R.包括光線路護士 都是一百三十八塊錢的 我沒記錯的話 兩兆了吧 一百三十八 誒 十兆的一百三十八 十兆 光線 十兆的一百三十二塊錢 它是不是要便宜 但是 我的意思也是 能選 撥號入網 盡量選 撥號 因為你是單獨的路由 明白了 能不選小區塊錢 盡量了吧 不選小區塊錢 因為你們在同一個區域網 明白 不一定 你的網管是不是會去抓你的包 再一個 它有可能會做一些分割 比如說像做微賴 或者做路由 它直接在小區之間也通過路由 能聽懂 一旦通過路由 我們一般認為這個數據包就無法 追蹤了 因為它的原版歷史 這些東西就會全部改變 明白嗎 但是 那東西都是保不齊吧 它真要抓你的事 也說不出來 你也感覺不到 聽懂嗎 啊 明白 我們曾經就有同事 我們騰金的遊戲公司的同事 他們就有幹這事 是吧 他是小區塊錢 這哥們的媽媽不想掏錢 他不想上了 他想上了但是不想掏錢 怎麼辦 他先花了二十塊錢 就是二十塊錢是多少 三十小時還是四十小時上的時間 然後呢 接入了小區塊錢 然後呢 通過擷取對門的數據包 因為他們是不是在通一個局網 對 移動龍最起碼是在一個局網裡 他通過擷取對方的數據包 抓獲了對方的那把 站貨的那把 通過暴力破裂之後 得到了那把張照 然後蹭對方的站貨手 哎 能剩 兩個都能剩 他上了之後 但是小區監控 他是五間貨 他發現兩個站貨在等 然後呢 他就上門找他 哎 你咋回事啊 啊 你怎麼回事 他說哎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找傻人家嗎 我不會 然後呢 那人就是教訓他 說你會不行啊 這樣不行 我報警了 他說好好好 然後李總說這哥們兒問 哎 你咋發現的 我做的書鍋挺藏的 他說 反正我就說什麼 小區監控是極起關鍵 OK 你能不能用的話 盡量幹嘛 盡量不要使用 聽懂啦 聽懂啦 好啦 最後一種事就是固定IP 固定IP的關鍵 各位 這種價格是最合貴的 因為 你不光需要買蓋寬 還需要幹嘛 買IP IP我們說啊 各位 我們目前採用的是IPV4協議 我們後來會詳細講 我們目前採用的是什麼 IPV4 IPV4的協議是2的32次方格 二級地址 總共有 這麼多 OK 啊 那麼各位 這有多少啊 啊 這有多少 沒有疑問的概念 大概是42億9千萬左右 各位 在當時設計這個IP地址的時候 我們剛剛看到 阿帕奈特單身的時候啊 196幾年 能進到 全球能上網的計算機 搬著指頭就能數下來 手指頭不夠 最多加腳指頭就夠 就能數完 那 它準備了一個43億的地址區 夠了 夠了 當時是覺得夠了 啊 但是 誰也能夠想到 這個東西是不是會變成我們人類計算機技術方向的主流方向 啊 導致 現在還夠 早都不夠了 早都不夠了 你想想你一個人需要多少東西 我就問你 你說幾台電腦 嗯 啊 我給你算一下 目前我們家有三台電腦 一台是我的這個 一台我老婆的 還有一台這個舊的 三台電腦 沒錯啦 然後呢 我們家有兩台iPad的 要上網嗎 嗯 要嗎 這幾個了 五個了吧 然後呢 我們家有 我老婆有兩個手機 我有兩個手機 九個了吧 我爸有一個手機 十個 我爸有一個手機 十一個 這還在給我兒子再可以的手機 十二個對吧 沒錯吧 十二個iPad吧 啊 還有嗎 還有嗎 我們家是有小米盒子 最終電視吧 要上嗎 要嗎 幾個 十三二個 啊 我打算買一個智能的掃機機器人 我嫌我嫌的掃機比較麻煩 那個東西現在是都是類型機位的 它是也需要電腦 啊 要嗎 要嗎 我買了一個iPad三個人 我還打算買個PS4 有信心 要上網嗎 要 一個家庭是有可能用四五十萬匹機制 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們聽說什麼 買夠嗎 夠嗎 絕不夠用 所以 現在iPad只是非常稀缺的資源 所以 這種上網方式 它是最為昂貴的 因為它需要給你配一個物件品 或者多個物件品 一個是不夠的 最少需要配四個 我後面來解釋 請總統我能說你什麼 啊 我後面來解釋為什麼要四個 OK 那這種上網方式昂貴吧 多貴 對 在北京 在北京 各位 如果是一個十兆的貸款 配一個最小IPG的網段 四個IP 那麼 在北京的月租金 聽清楚 月租金 月租金 約為四萬塊錢 人民幣 每個月要四萬 聽懂嗎 要說什麼 各位 貴嗎 貴嗎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但是 各位 如果你需要搭服務器的話 必須買這種IP 其他的所有的上網方式都不可以 聽懂嗎 聽懂嗎 各位 這就是我們目前使用起來最大的支出 其實服務器沒多錢 一兩萬塊錢是買的 關鍵買完是不是就可以一直用 啊 但這個呢 每個月是不是 就是 等於說 年年上後 歲歲大歲 是吧 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非常對 所以各位 現在 越來越體現我們雲服務的優勢 因為雲機算寶說了 租的是虛擬機 啊 虛擬機裡面 它是什麼 它做了一個IP轉換技術 雖然給你的是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公保IP 但是實際上它是不佔用公保IP支援的 或者說 它只佔用一部分 它其實是用了一些其他的技術 來導致什麼 給你的IP 但是你的IP 用戶直接都找的 但是呢 這台IP地址還是有一些技術保留的 聽懂嗎 它還是做了虛擬IP的東西出現的 所以 相關來說價格要便宜得多 明白我的說什麼 啊 各位 不管怎麼說 這就是我們目前最主流的上路方式 OK OK 那各位 搞清楚 哪些是家用的 哪些是 這個企業人該試的 OK 家用和企業的價格差別 還是非常巨大 聽懂嗎 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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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第一項 我們是不是講了一下 互聯道牌術 那這一項其實主要是要想 那重要的一個方法是什麼 第一個 重點 預暖熱的時候咱們分鍵啊 這樣 常見的接入方式的這個優缺點 區分是要能分開 聽懂嗎 當然啊 真正要想把你的東西接入 不管是AZSR還是 光線入口 都還是需要配些東西的 啊 啊 那 我們後面的趨勢去想 最簡單的是這個 如果你真的只有一台電話 買了一個愛品 那直接就跟你 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配個愛品 配完之後 雙部的技術會撤 就能上網 聽懂嗎 最簡單 因為你是直接是公共愛品 聽懂嗎 那相對來說複雜的就是這個 局域網友想上網 我是不是就需要通過路由 用專業的技術去才能實現 啊 那我們後面是不是要講CCA A的課程 四顆的這個路由線 到時候我們來實現這樣的功能 聽懂嗎 聽懂嗎 他 doct程 考慮沒聽太課程 了 ��는 會 學問 講 表